現在網路上面最夯的論戰 我們也要在現場論戰一下 到底新北市最高級地段 是在板橋還是在新店呢 來 四位來賓 認為是板橋最高級地段的起聚首 世聰跟大全 認為是新店的 真的 大全你這頭雞 剛好2比2了 這顯然是比較帥的人 認為應該要住在新店 主持人也才投掉 主持人住新店 但是覺得板橋其實比較貴 好啦 大全分心一下 我想是大台北房地產市場 有一個講法 很早以前就講 叫北陽明南華城 對 大台北華城 陽明山動不動就一來一去 華城的山上也是一來一去 那很多觀眾朋友會說 住那個地方不好 會塞車 塞你家門口對不對 我會把你家住哪裡講出來 我不住在大台北華城 塞車什麼概念 那是因為你自己開車 住上面大老闆 都是人家司機開車 沒有什麼塞車問題 窮人的想法 好 第二個 其實你叫人家開車 你還是塞在裡面 難道大老闆被用飛彈射到 他辦公室 他都不會有塞車感覺 他可以披公文 你看東西對不對 那個是心情 心情問題 我想新店有他的特色 好山好水 板橋的狀況在哪裡 板橋我覺得 因為大台北市有五個蛋黃區 松山 中正 中山 然後大安信義 這五個蛋黃區 我認為板橋大概屬於NBA第六人 有點那個感覺 就是說其實你看他的環境 他房價比 你講NBA第六人的時候 黃思聰立刻點頭 對 有那個感覺 就是說因為你雖然他的環境 他房價比萬華貴 貴 對 他比如過了河之後 居然他還比較貴對不對 然後他生活技能各方面都有 看電影什麼什麼 以前住在板橋土城樹林 新衛隊這一代的人 你要看電影 對不起不是西門町 就是新衣威秀 現在不用了 板橋就下車了 對不對 他那個現在市中心 真的跟新衣區有的比 那個新板特區 他就是一個獨特的都市計畫 他當然就是比較 新衣計畫區的操作模式多了 我讓新店派的人說一下好了 沒有啦 你知道板橋特區 每年有一個月叫 新北撒旦城 很恐怖 我朋友住那邊 你把他說進不去 出不來 因為每逢十二月就大排長龍 然後大家在那邊辦活動 真的大家要考慮 十二個月有一個月很辛苦 對啊 那新店山上的話 真的有那個 放鬆的那種感覺